看今早上班時間的預約 看看有多少預約了 可以上多少街客 心目要有數 這個都會繼續變 可能臨時有些乘客遲了起來 他們在公司說 我不回公司了 要去開會 可能會取消 80後的Frankie 五年前開創網的小巴仙河 開發手機APP 讓乘客預約上下車 不僅如此 自己還要下手下腳駕駛 昨晚開完通宵睡了一小時 早間不可以做到兩點 早間做到兩點我就死了 這日是星期三早九點 Frankie準備開他第四輪車 第一輪車是早六點 共城小巴 之後七點八點的兩輪車都是街客 平日上班繁忙時間 做大約四輪車 荃灣麗城花園去深水埗太子 是Frankie創業時最先開的路線 然後去全景圍大衝道 出九龍 早安 約了 早安 早安 約了 上車他又說他幾號 便會確認到是他 那車可能會輸掉 對 對 對 如果預約客人遲了又怎樣 Frankie便說 如果車準時或早到便會等一會 如果班子遲了便不會等 開車 原本只有六個人預約 最後全車滿座 沒有方便 因為我們可以預約後 這個時間下來就不用曬 下雨 都可以等到這輛車 好 C出口 下車 謝謝 小心梯級 拜拜 拜拜 很多時候我回荃灣搭 是說慢慢上車 我覺得一些 比較少的司機 是有耐性 有禮貌 不止禮貌 落車位都好密 長沙環廣場 對開幾個禮之角港鐵出入口 短短一段路 停了五次落客 不煩嗎 不煩 這就是乘客為何要選擇小巴 回回去 這就是乘客需要的東西 有時候我覺得 作為服務提供者 不應該想煩不煩 荃灣麗城花園去太子波蘭街 準時半個小時達鎮 喂 Frankie 平時都是這麼準時的 機率有多大 九成以上 對自己要求這麼高 佳因Frankie是非一般熊Van司機 他在港大交通政策碩士畢業之後 受併去到文萊規劃交通 五年前拿著50萬積蓄回香港創業 竟然加入熊Van的直量行業 發展網約小巴 他們現在原本的未用盡這些科技都生存到 那我用盡這些科技 就應該更加生存到 傳統小巴 其實首先 不知道你幾時到 不知道你有沒有位 就這些兩點都令到很多乘客卻步 遇到一些突快的交通情況 我知道我八點半回不了 我就會事先跟一些預約了我的客人 給了一個信心的乘客 就是有交代 就不是沒有車就不知道 突然消失了 不過萬事起頭難 營運頭一個月 每日只有兩三百元收入 只是夠給入氣錢 半年之後才開始賺到錢 Frankie 深信 球變才是出路 不可以只是聚焦傳統車務 近年踩過界發展包車業務 結婚花車 假日交遊 校巴 拜山都有 我們有個例子 例如兒子住浩景花園 然後兒子住麗城 然後父母住長沙華 他們三個家庭就召集了 去張冠墳墳 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一個共成的概念 其實就是你剛才說 好像泥蝦一樣 其實本身紅蝦的角色就是這樣 例如現在新的屋苑 他們申請村包很難 我們都希望這樣類似的共成 可以大家整合到資源 然後大家的班次又會默默 包車就比較被動 Frankie再變陣 兼入活動策劃 每年開辦看流星雨的小巴團 當初為什麼會搞呢 就是剛好有個同事 他就約了一群朋友去看流星雨 他們就大約10個人 但我們的車是19個位 連司機20個位 換句話他就有剩下10個位 既然你都預訂了車 不如我將剩下的位置 放上網 看看有沒有人共成 怎料反應就異常地好 10個位置 最後賣了50多個位置 五年間 車隊由一部車 一條路線 變八部車 四條路線 扭規為形 我們很少說要成功 我們反過來 一日未破產 一日未Game Over 尤其是疫情底下 新雞毒蛾 繼續捱倒下去的 就已經不是輸家 現在叫做 有得被人預訂 即是網約 這是最基本的 最終的目標是可以做到 不固定班次 不固定路線 不固定收費 隨著繁忙時間可能會貴 非繁忙時間可能會便宜 繼續搞下去 一架見七架 七架可以變十七架 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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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 七架